在2015年我們觀察到很多老師承受很大的壓力 香港亦有越來越多學童自殺的個案 我們的創辦團隊一邊思考 如何可以為教育界的童工帶來多些希望和想力感 要推動教育的創變 培育大家勇於求變的心態是非常重要 當中我們發現很多教育界的童工其實非常有心 希望在校內做出一些改變和創新 內學時工作繁重 讓他們的空間資源和時間都相對少 所以我們也希望推動不同的教育創新 來給予這些空間他們 我們在2016年開始舉辦了不一樣教育誌 邀請了很多海外的教育創新專家 和香港的老師分享他們的經驗 我們也舉辦了不一樣教學研習室 希望老師可以深化討論 將外國的一些例子在香港實踐 香港的教育其實慢慢做一下做一下 其實香港的教育其實是很出色的 香港的教育是很出色的 不過有個位置忽略了人自己的需要 Andel Fetu說給我們聽 設計思維可以幫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當初我們就這樣去參加了 緝交完生後發現學生缺乏有鬼族感 尤其是高年級的學生 他們會有某程度上的壓力 所以我們決定把課室改變一下 例如我們加一些比較高的高台 讓他們有不同的空間去做不同的事 嘗試令課室更加溫馨 令他們覺得這個課室是他們有份參與的 我們的課室在我們的課室 遲了一個休息空間位置 那裏又有固執 又有地毯 可以讓我們躺在這裡舒服一點 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我們每個課室都有一個心情板 每早上和下午放學的時候 同學可以把自己的照片貼到表情上 然後我們會知道其他同學 他們的心情是怎樣 然後我們可以理解一下 就去安慰他們 參與了這個項目之後 就會更加考慮學生的一些想法 或者他們一些的感受 我晚上上課都會看下學生 其實他們把自己當日的心情放在哪裡 其實我們的關係 其實好之後 反而我更加了解我的學生 教育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 設計思維正正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下一步我們很希望能夠和跨界的教育持份者 一起去思考和共創 讓我們有不同的學習經歷帶給學生 有很多天的教育 也沒有想請教育 我會想看我 想問你 想看她